大家好,ASTE到 這次要介紹美孚站的車站指南 就是5年8月的版本 正在拍攝美孚新村 美孚村 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先看看 住宅住宅 對了,美孚新村 就拍攝其中一些大廈 就可以看到 這一幅就是全網線的 這一幅就是洗鐵線 就可以看到幾大規模 那不是一塊鐵線 就有這麼多地 好嗎 這麼大塊壓到死 神經病 看看這個幾省位 小小粒 唉 不知道為什麼 又不是拍車的 整個車廠 好像張光園車廠 那地標就有41個 美孚站一定會起死人 只有七卡都要用這麼大的車站 那就是我們自己找到一些位置 不知道那個車站有沒有遮住了什麼呢?好像沒有 那就是服務時間了 然後就是行道不變 乘客進出 車站安排 砲山西灣 學修機 王尖修 最能幫手 其他可以自己搞定 那就是車站結構 即車站安位置圖 那就是這麼大塊也不用兩頁 那就是很難看 那就是看 它這裏也很小塊 小鐵的這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又弄這麼大 不知道其他空間做什麼 那就是很慘 要轉車 要過成五條電動樓梯才到 一條 這裏這麼多條 就當一條 然後這裏又有第二條 然後第三條 第四條 然後下回去第五條 那就是鐵路1.2的路線圖 然後再到一條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 這個站和九龍塘站一樣 都是兩個二號月台的 那就是今次就當 就是三四號月台 就先給了一輩子鐵線 那就是那個全灣線 我們現在介紹的是它 那就是 去全灣的列車 就從荔枝過來 進入一號月台 去中環的 那就是有些人要經過五條電動樓 先來這兩個月台 然後離開 那就是去荔枝景了 去荔枝景了 那就是荔枝景 那就是荔枝景 那還沒想到要怎麼砌 是 很煩 那就是荔枝景 那就是荔枝景來的 列車呢 就進入二號月台 去中環的 然後離開 就去荔枝角了 那就是 這個是 一號月台 這個是二號月台 小鐵那邊 那就是當這個三 這個死 那就是列車 就在南昌站 來 這個就是三角形的鐵 那就是 然後進入一號月台 我叫三號 進入三號月台 那就是小鐵的一號月台 之後列車就離開 所以就去全灣西了 那就是介紹了的了 那相反呢 在全灣西來的列車呢 就進入四號月台 就是 真實的二號月台 就是上下 然後呢 就去南昌 那好 那這次 這個美孚站會車站 不知人的介紹 還有這個模型 的介紹就來到這裡了 那下次再見 拜拜